182 東方日報 美將空襲PASS遊戲設施 2015年7月8日國際A23 本部綜合報導 回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一直於中通多國示弱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在訪問國防部後表示 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將繼續打擊IS 而行動更會加強 特別是針對IS高層 但他同時稱 此將會是一場長期抗戰 奧巴馬當日在聽取軍方高層會報後 表示會繼續打擊IS在集QA的領導陳和基地 鎖定當地石油及天然氣設施作空襲 並指這是因為該處為IS提供資金 奧巴馬有稱 盟軍至今已向IS發動於五千次空襲 殺死數以千計戰士 包括IS高級指揮官 IS派南童駕炸彈車殺五十一人為IS不但未有收斂 日前再派出娃娃兵發動恐襲 IS聲稱 他們日前派出年僅十四歲的南童穆罕默的 周日晚駕駛載滿炸藥的貨車衝網 據阿北部一個富爾德工人檢檢查站 炸死五十名黨員及一名男童 中文字幕提供 會有興趣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